OdioJungle OdioJungle 参考消息网3月30日报道日媒称 中国两大国有石油巨头的上市子公司将加强海外油田权益收购和国内油田开发投资 中国石油偏燃器中石油将时隔5个材棉重启海外权益收购 中国石油化工中石化也将时隔3个材棉把投资额提高至1000亿元以上 两家企业的积极姿态或将激活全球石油产业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3月28日报道 受2014年开始的原油价格低迷影响 中石油基本上停止了海外权益的收购 但今后将在海外业务上踩下油门 中石油总裁汪东晋3月23日在香港的记者会上表示 将时隔5个材棉重启海外原油和天然气权益收购 在此之前的3月21日 中石油宣布的收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阿布扎比的油田权益 中石油董事长王怡林等人亲父阿布扎比签约 显示出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王怡林在记者会上充满自信的表示 在与全球巨头展开竞争的情况下取得权益 是巨大的成功 中石油将继续扩大海外权益收购 有信心成为世界一流 报道称 中石油的盈利能力正在恢复 2017财年截至2017年12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4.7% 达到2.0158万亿元 虽然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同比小幅下降 但价格上升推高了销售额 同时削减生产成本也取得效果 净利润增至2.9倍 达到227亿元 由于业绩表现坚挺 中石油将以油田和天然气田等开发 为中心扩大投资 2017财年的投资额增长25.4% 增至2162亿元 2018财年将增至2258亿元 连续两个财年实现增长 特别是中石油将大力增产 冬季出现严重供给不足的天然气 围绕在四川省等地的液延气生产 汪东晋总裁表示 2017年的实际产量为30亿立方米 按此前计划 到2020年的产量目标 是60到65亿立方米 但在新计划中 提高至120亿立方米 到2020年 中石油的天然气国内产量计划 达到1200亿立方米 液延气将占到整体的一成 此外 关于液化天然气LNG合约 汪东晋提出了通过将价格偏高的长期合约 改为价格较低的中短期合约 对收益进行延和管理的想法 据报道 在中石化方面 2018财年的投资额 将同比增加近二成 增至1170亿元 自2015财年以来再次突破1000亿元 包括西南野延期生产等 中石化希望加强天然气生产体制 关于海外油田权益的收购 中石化总裁戴后梁3月26日 在香港的记者会上表示 在讨论实际供求和条件等的基础上 不断展开收购是我们的长期战略 中石化的业绩也保持坚挺 2017财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2.2% 达到2.360亿万亿元 净利润增长9.8% 达到5.12亿元 不但将原油价格上升转价到石油产品的价格上 还通过降低成本实现了业绩改善 报道称 由欧美能源调查公司的分析师预测称 中石油和中石化 或将再次成为海外油田权益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大气污染 正在推进将发电燃料 从煤炭改为天然气的政策 因此天然气权益的洽购正在增加 资料图片 炭改善调查公司 给你看 泭 照 沢 Tik